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平 下半年真是气势如虹 它在2014年去年大陆的A股 我们所称的上海股市跟深圳的股市 它去年全年的涨幅是52.87% 会涨了50%以上 它也是创201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 那今年开盘第一天 上海股市已经创了五年来的高点 前几天坎中有创一个3406的 这个破断的最高价 可是今年初以来 最近是面临了一些修正 股价指数一直在震荡 其中上海股市在3200点到3400点左右 在这边震来震去 很多大陆的股民说 他们好像暴劳了满手的股票 但是好像有时候涨了不是走到那几只 在大陆有一个名词叫做 舱踏空 满就是满水位的满 舱就是仓库的舱 然后踏空就是踩空的那样子 它报了满手的股票 但是涨的都不是它那一只 那很难预测 可是为什么会震荡这么厉害这几天 因为市场上有一些消息 就是中国大陆今年的GDP 不如预期 还有工业的生产指数也不太好 然后整个景气往下降了以后 还有证券的主管机关 它对证券商实施两融检查 就是大陆的证券商实施融资融券检查 因为大陆股市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说是风牛行情 快牛 现在风的不得了 那融资融券就是借钱来买股票 就是成长得很快 大陆证券会就对大陆证券商实施两融检查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证券商 有些很大的证券 还有提到部分的业务 好像说有违规 部分证券已经造成入股下修 然后不可否认的 这波的陆股上涨 金融股拉动的涨势 尤其是证券商 所以证券会被它一检查 就不得了了 陆股就开始下修了 有人就预估 上半年大陆股市 可能不会像去年下半年 涨得那么风 可能就是震荡震荡 然后进入慢牛的行情 原本气势如虹 如今可能会变成慢牛 那么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 可能股民的一些信心不振 还有在政策上的杀伤力 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目前看来的话 这样子的震荡 可能会慢慢回稳吧 目前看来 有券商就预估 他们可能上半年 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对 预估到下半年 很可能会重启一波涨势 那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利多因素 他们说上半年的股价 那个筹码 沉变得差不多了 可能在下半年 就可能会有一波涨势 那下半年一波涨势 以后 投资机构预估的 那准不准的话 投资人各位听众 可以自己揣摩揣摩 然后蛮有意思的 上台股市在去年的时候 那个11月份突破了 2013年全年的 2444点 当时就预告新一波牛市的来临了 那目前再拉回整理 在3200点到3400点之间 整理 然后可是他们 很多研究机构 还是很看好入股啊 因为大陆股市 认为可以肯定 就是说上海跟深圳的股市 他们应该是进入了一个中长期的牛市的隔宾 他们也预期 也许就是今年2015 最迟达到2016 他渴望会刷新了新的一波的历史记录 他的历史记录大概就是在八年前 有一个6124点 那个上海股市创的6124点的这个高点 然后大陆现在 他们的这个股市的透明度越来越高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 实际上有一些资金就会过来 之前的那个互港通 然后还有他们要再开深港通 深港通 对深圳股市跟那个香港股市 一个相互投资这样去 那他们就说大陆的股市要走向国际化 日估未来陆股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所以后市还是看涨的 那么牛市呢 还是蛮令人期待的 那么至于台湾也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会开放陆客买台股 目前在沿理相关的方案 那么希望也能够带动投资人 更多的投资管道的选择 好非常谢谢赵芬告诉我们 在大陆股市方面最近的走势 跟未来的展望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就是大陆的台商的经营的现况 政府开放台商前往大陆投资 也有20多年的时间 其实对大陆的GDP的贡献也不少 当然也带动大陆当地企业的 一些崛起跟茁壮 不过开始也出现一些竞合了 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 也是形成一些压力 就赵芬您来观察 就说目前我们的台商 现在是不是面临一些压力 可能要对未来的经营策略 会有一些全盘的 不一样的一个思维呢 是的 现在大陆的企业 他们的扩张的力道 非常的强 就参加了一个 有一场研讨会 是对台商的资本运作 资金活化和公司理财的 一个策略的研讨会 就有一会计师分享近年来 尤其近五年来 那个台商 他们在资金的调度上面 他们扩张的意愿 那个林军瑶 林会计师就讲说 他们过去辅导的 那个台资企业里面 有发现 他们要发行新股的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就是新股IPO的企业 他们分析 那个台商分为两类 尤其是回台上市柜的一个部分 那第一类先 就是所谓的新创企业 然后第二类 就是传统的一些制造业 那新创企业在筹资的这个部分 比较活络 就是毋庸置疑的啦 那可是有一些台湾的制造业 以前那个老制造业 就做Oshua那些 他们以前都是默默的做 都是说我们把钱存起来好了 也不要借钱啦 我们默默的做 慢慢的扩张 比较保守 对 非常的保守 可是这五年来 他们觉得都变了 这些老制造业 有些在大陆扎根 二三十年的都变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 大陆企业的那个扩张的压力了 就像狼群包围一样 那些陆企业 大陆企业快速的崛起 他们又敢拼啊 而且他们勇于融资啊 他们借钱啊 然后扩大它的市占地啊 那种狼性的企业风格 他都在各个产业中 已经不断的攻城掠地了 台湾企业已经感受到威胁了 那些老台商已经不想进去 现在也要回台 上贵或上市吗 对对对 等于说海外一个企业 然后再回台 回台 募股这样的 首次公开募股IPO嘛 对 然后成为一种热潮 那他们也在讲说 你为什么回台IPO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你为什么不在大陆A股IPO嘛 那个证券主管机关 他开了 让你IPO了 然后后来又关了 这样子 大陆A股的 他会开开关关 这样子 然后呢 他有一时候审核 也并不是透明 而且他们在大陆 A股上升的资本额 要很高 这样子 那有些台湾的企业 是中小企业啊 他可能没有达到 他那么多 就在他很优质 他也没有达到 他上市规的那个门槛 所以在大陆 A股上市也有一定的门槛 然后有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透明 透明 他的公开募股 就开开关关 可能还要插他的时间点 那有些台商借钱 他是很掌握时间的 没错 对 像我IPO到什么时辰 你可以告诉我 怎么样结果 可是他这样开开关关 他没有办法募资 这样子 他说还是台湾比达好 公开募股的金额 金额 的一些费用 就大陆的 公开募股的费用 是台湾的四到五倍 哦 这么高 对大陆很高 台湾的话 稍微比较便宜 而且台湾的资金成本 那个切融资的 资金成本比较低 那大陆 我像是跟一个台中的一家 做工具机 在大陆 宁波 冬晚 对我开工厂 台商问一下 他们家是优质企业 每一年的财报都很好 是 他整个的利率是7% 是7% 很高 对 台湾没有那么高 台湾有时候借到 两三% 没错 对 他们就讲了 后来呢 他就是回台公开募股 那时候他告诉我说 他在大陆发展那么多年 然后他寄了好多钱 然后他一年的利息 要新台币一亿 很高 是 他借了那么多钱 然后他也是优质企业 大陆期盼 已经给他算很好了 那他回来台湾 公开募股以后 他借到钱 就把大陆所有的资金成本 就还完了 所以继续台商两厢比较 就说在这个门槛上 还有就是说 在整个机制的透明 跟制度化方面 其实考虑会回台来上市柜 目前看来 对 我在会场上 也遇到一个资程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业务发展的总裁 朱竹源先生 他之前曾经在证交所 也在台湾的贵台买卖中心服务过 就是辅导海外企业回台上市的 他现在到资程以后 这个统计 他说目前为止 回台上市柜的海外企业 有69家 然后其中也不乏大陆的台商 那他是觉得 这是一股趋势 一个潮流 台湾融资的成本很低 然后制度透明 实陈也比较好掌握 他是预估到今年底 也就是2015年底 将会有超过80家 只有台资背景的海外企业 回台湾来上市柜 在台湾的资本市场里面筹资 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跟只有台资背景的海外企业 多多分享 然后台湾真的是一块宝地 可以筹资的宝地 没错没错 我们要力拼大陆市场 现在台商也有新的思维了 回台筹资 希望能够力拼更好的业绩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中央社助上海记者高赵芬 针对大陆股市近来表现 还有未来的展望 以及我们的大陆台商 怎么样的因应 大陆当地企业崛起的进盒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观察 非常谢谢赵芬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